有一個問題是,很想注目在神那裏 但總是因為他們在眼前出現 或者想回他們的事情 那怎樣的方法可以不去想他們那麼多 不讓他們影響那麼多呢? 這是第一件事,這個習慣 希望你們有這個習慣 這個習慣是甚麼呢? 是經常想著神 基本上我醒來的時間 我差不多全部的時間都會盡量想著神 我一直想著是互動 互動是交流的 我感謝神 神又是很歡喜 我愛祂,神又是很歡喜 我愛祂,神又是很歡喜 但根據聖經,聖經是說我們親近神 神是很歡喜的 神是親近我們先的 當我們每天互動 總之每天都思想到神 不只是想到祂本身 而是想到祂如何祝福我 如何幫助我 我說了什麼,祂都會回應 因為聖經說了祂會回應 祂討過我便會應運 祂知道我們的需要 於是我便會在神 於是我便會在神 便會幫助我 不想那些人 而那些人 如何不想呢? 就是我們去分辨他 這個人是被罪、情緒、慈思、控制欲 無論什麼我便會分辨到 我又不需要去判斷他 不過他現在是有這個表現 被控制 我便分辨到了 我知道如果被他影響 我便會很辛苦 於是我的腦裡便分辨到 神是給我好處的 而這個人是被罪影響 於是他便會說一些說話 他單是說話或是說話 我們便可以分辨 即是他的說話 他說 你做事是這樣的 他沒有腦子 我們又不是沒有腦子 他這樣控訴 如果我們自己是做錯 我們便認錯 但如果不是 他便會說 你沒有腦子 我們知道這句 但是我們人很容易上心 我們便在心亂不斷說 神知道我的苦錯 這個就是互動 神是知道我的困苦 神也承受我們的肉麻 我們人的肉麻都落在基督身上 神正在承受著 而這個肉麻都不會來到我身上 我不讓他容許我來到我身上 便不會來到我身上 所以 我是被神所愛 他的說話是傷害不了我的 他的說話影響不了我的 他搞不了我的 即是我不讓他搞 我就可以不讓他搞 即是分辨到這些說話 而這個人 我們便會學習 但我們便會祝福他 祝福他 但我學習 他未說話 我便知道他可能會說不好 但他所說的 我都會回應 例如他說 你這麼沒用 他說 多謝你提醒 我正在努力 有些人我們要小心不要承認 因為有些人承認了他 譬如說你蠢 對,我是蠢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行動 我們又不用承認 但我們可以說 我努力 我沒有說我是蠢 不過我正在努力 我不代表 因為他不可以用這句說話 說我們蠢 所以我現在要炒你魷魚 這句說話 我儘量說了說話 但我認同他 或者是頭 他說我頭 好 我留意 但我心裡 一直在說 耶穌幫助我 耶穌是很寬起我親近他的 耶穌一定在幫助我 耶穌一定在陪我 那我就決意不讓他影響我 這就是其中的方法 另外的方法就是 我們一定要找些有意義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 祈禱或者幫人 幫人也是一個好方法 因為有時困擾很大的時候 很難分心 那你又幫助別人 聽別人說話 輔導別人 可能你覺得很不行 但你輔導別人 你聽別人說話 你又會 你會覺得 其實人都很多苦 那你又會 你又會 你的問題 又會 減輕了 有時我也會發覺 我為人祈禱 有時我有些事情 正在想 和煩 很快就放手 總之各樣的智慧 你喜歡什麼 運動也是一個方法 運動 你喜歡那件事是健康的 你就可以做 譬如你欣賞宅自然 或者拍照 關心學生 你幫助那些人 那些都是一個 讓我們感情有放在那些地方 人就會健康些 鼓勵 震靜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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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